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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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首先要感谢各位市民朋友 本忙当中来参加由高雄市建筑师工会 跟大东艺术图书馆合办的大东讲堂 这个讲堂从2012年到现在 迈入第三年 工会这边就是秉持着做工艺的角度 来办理这样的讲堂 大概每年跟大东合起来 大概将近50场的演讲 期待能给市民朋友 就是提升有关建筑美学与生活的素养 所以今天很高兴 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主讲者 许家璋建筑师 来为我们讲授有关高雄博二艺术特区的整建的过程 容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许家璋建筑师 那他是那个美国哈佛大学的建筑硕士 那求学回国之后呢 那就是会有担任一些 那个素德科技大学跟空中大学的专任跟经验的讲师 那之后就开业 那投入这个 这个实物当中 那他的作品包括了 这个城乡的规划 以及许多的这个建筑跟室内景观的作品 那其中有 有几件还有荣获这个奖项 那作品不深美举 而且可能大家 比如说高雄文化中心 这个也是许建筑师整建的 那所以他的作品也是给我们高雄 带来不少的这个光彩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他 那时间就保留给这个 许建筑师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者 谢谢大家今天播空来参加 那个前面都坐满了 那我本来有点担心说 我是不是要准备那个有讲真答的礼物 那要多一点人来听 那有很多熟面孔 这个我们的前辈的建筑师 房建筑师也在场 还有我的学生 那还有张吉成校长也在 那还有我事务所的同仁也都在 那也谢谢大家来 那今天大概也趁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博会这边 几年来 我所做的一些案子 那跟过程的一些经验 那这张照片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 这栋仓库其实就是P2仓库 那我什么特别喜欢 是因为 我总觉得 我个人总觉得 当然都没有求证过 就是博二的名字 是由这栋而来 所以它是P2 所以你英文名字在讲博二 其实是P2 那这个角度很特别 那等一下我也会介绍里面的一些细节 那博二现在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在网路上面 你打博二两个字就好 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 不管是官方的资料 不管是个人的部落格 还是任何的图片 有人在那边拍照就PO上去 它其实现在变成一个很热门的一个 也可以说是话题 那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我觉得当然 可能就我自己的观点 今天会来跟大家来分享 那 当然刚开始 如果说你对博物病不太了解的话 我大概就上一点历史课 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民国88年的时候 行政院他其实有一个计划 就是叫做艺术村的资源中心 那他为了协助来筹设这个小型艺术村 就是台湾各地他们希望可以筹设小型艺术村 然后来帮助这个艺术家 他能住村 进驻到各地来创作 所以他在高雄这个地方 就成立一个高雄市博二艺术特区 就是民国88年大概15年前的事情 那利用这个高雄的港府这边的废气仓库呢 其实经过了两年的筹划的时候 在民国91年 这计划是88年开始 但是民国91年的2月 就正式的开幕 那在92年的大概下半年的时候 由民间成立一个团体叫做博二艺术特区的发展协会 来推动整个特区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参与 所以我现在不太能说出说 这个协会里面有哪一些人民出来 但是有他们这个发展协会呢 只是博二他就起了一个头 那当然你在网络上面 你会找到一些资料说 因为国庆烟火第一次离开台北 然后来高雄 然后大家才发现了港府 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放烟火 又被大家可以靠近的一个空间 这样讲或许也对 就是高雄人其实长久以来都无法靠近港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制度上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藉由博二的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呢 其实就开始慢慢 一直到92年呢 就由苏德科技大学这边来协助来经营 一直到94年为止 那95年之后呢 高雄市文化局就接手 这个其实算起来也没有几年前 大概如果103年来看的话 其实也才8年前而已 他开始来接手 然后他就利用工部门的资源 就办了很多的活动 包含这个千春设计节 这个是每年利用大专院校 应该是中南部这边的大专院校 在毕业设计做完的时候 每年的一个盛事 然后好汉玩字节 钢雕艺术节 货柜艺术节 大公仔 音乐演唱会 还有高雄设计节 现在正在展览 这个就变成是柏尔的一个 常设性的年度活动 那当然他一年一年这样办 越来越扩大 那随着你硬体的一个整件以外 最主要当然是要配合这些软体的活动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慢慢慢慢整个区域就发展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文化局这边所提供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西陵港线的位置 以及柏尔从最南端的大义仓库群 一直到最北端的蓬莱仓库群 这个距离大概有一公里 那我常常在开玩笑就是说 我们刚去的时候 这个柏尔其实就只有大涌路底那一块 所以柏尔的工作人员 其实他们都走路 就到了 然后慢慢就扩大到P2仓库 P3仓库自行车仓库呢 他们就开始要骑脚车 然后就现在到大义仓库群 蓬莱仓库群 他们有一阵子就真的弄了一台 电动高的浮球车来 就过去过来 还蛮方便的 蛮省力 因为走路其实已经有点吃力了 但后来因为某些关系 就是现在那个车也不用了 现在大家维持都是用脚踏车的形式 在管理这整个区域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环境来看 它其实在高雄市的整体的一个水岸空间里面是很重要 因为未来的流行音乐中心在这边 航运中心在这边 那整个还有其他的这个世贸什么等等都在这个区域 整个区域一直发展过来的话 连结到哈马兴这边的一个整个一个旧的这个地方的历史的这个区域呢 整个可以连成一气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柏二 他其实刚好有扮演到缝合的一个角色 他可以把新的这些大型建设 跟旧的这些场域 刚好利用这个线性的仓库 一动一动一动的把它连起来 那这个是 也可以说是有益 也可以到现在看起来 也可以的确能看到他慢慢的达到这个效果 你如果说假日的时候 你经过这个七弦路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过马路的人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大家其实都有往这边走的一个需求 在早期这个地方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人车的 好 那所以在整个柏二的区域 大概以平面度上来看的话 在早期就是大永路 大永路底这里 因为为什么这边开始发展 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这几个仓库是先开发 就是在早期素德科技大学 当时他们是协助来先开发这几栋仓库 第二个是这边刚好是往捷运站的方向 所以他交通是最方便 那这边也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停车场 所以因为交通上的关系 这个地方是先发展起来的 所以可以看到的这个C1 C2 C3 C4 就是以前的劳工博物馆 这个部分 现在都是大部分的 假如说你是外面的观光客或是路客的话 大部分会在这里下车之后 先到这个区域来集合解说 所以C5其实他就顺理成章 他就当一个资讯提供中心 C5仓库 那C5仓库在旁边这边就是有个月光剧场 这边有个月光剧场厕所 月光剧场它是一个旧仓库 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整个屋顶是先掉 那先掉之后呢 现在就变得是一个户外的一个音乐的表演场 可能在座有些人有去听过 他这个每次在户外演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热闹 非常的有那个气氛 那再来的是刚刚我封面的那个那张照片 其实是从这边拍过来的 就是这个P2仓库 P2仓库跟P3仓库 那P3仓库这边有一个登船的一个后船室 那对面这边是自行车仓库 那再往北扩这边有一个华南银行9号仓库 华南银行7号仓库 这是绝江街 那现在目前的规划绝江街这边已经变成徒步区了 所以他整个这个区域 其实就变成是没有汽车的干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徒步区 那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张望银行仓库 所以这整个区域再加上这个自行车仓库 这边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在步行距离可以到达的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 那所以我们看起来国务最早发展的大概都是在这个地方 也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然后在去年开始就往北往南的发展 这边是大翼仓库群 从C6、7、8、9、10、11有六栋 往北这边是蓬莱仓库群 V6、7、8、9、10 跟V3、V4还有一个厕所 那这个地方它就直接跟这个高雄港站的绿地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里一直到自行车道过来 除了这个地方会有点汽车干扰以外 其实这个全部都是对人非常友善的一个 可以漫步可以运动 可以慢慢的看每一个展馆 它的不同的活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我相信在国内大概也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舒服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大概是柏尔慢慢慢慢发展起来 它有很多的这个因素 那我大概会先从一年的方式来说明 就是我们从2010年开始来参与这个柏尔这边的一个案子 最早最早的一个案子是在绝强界9号 就是华南银行仓库 对不起华南银行仓库 绝强界9号是我们整个团队第一次来参与柏尔的案子 那如果你是沿城区当地的人的话 你可能会记得这个仓库原来是这个样子 它是绿色的 那我们整件的就是这一栋 那为什么是绿色的 我在猜应该原来是那种弹性漆的关系 防水弹性漆 它整栋吸力户屋全部都刷成同一个颜色 然后第二个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 它都没有开窗 原来华南银行在里面它放的都是船票啊 一些文件类类类的东西 它非常的怕潮湿 所以它的窗户 大部分都是用铁板 直接把它封起来 那下面都会有这种通气孔 通气孔 防虫但是也通气孔 那里面的空气可以循环 热气可以散进去 这原来这个仓库 那你也可以看到 它的在绝江街这一侧呢 在毕青街这一侧呢有一些彩绘 然后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建筑物 其实本身也包含有些部分是军裂的 它的表面其实是有裂缝 那更妙的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地区屋顶 它在二楼要到屋顶 是要爬这样子的一座梯 这个是很 也不曉得当时是为什么会设计这种东西 就是它要走到户外 然后我有爬过一次 其实我就不敢再爬 那个就是还真的蛮恐怖的 然后爬到屋顶去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那我们开始来做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看到它的内部吧 我们其实除了外面看起来很 状况不太好以外 它内部其实是出乎意料的好 因为它原来是仓库嘛 所以它原来已经在结构的设计上 跟它的混凝土的棒数上面 都用的非常好的一个材料 所以可以看到里面的柱梁 完全 几乎完全都没有裂 除了在外周区的部分 除了在外墙的这一侧 有一些裂缝以外 在里面内部啊 状况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梁很密集 它里面都是堆滞 我们当时在诊件的时候 进去里面都还堆滞的东西 那这个是管理员的一个办公室 跟它里面上面有个小夹层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高窗 在室内看起来大概像这个样子 好 那整个平面图大概是 岳江街 这边是毕信街 然后这管理员的小办公室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小棋楼 然后仓库主要是从这边进来 然后后面有个小厕所 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它当时做仓库的时候 怕在新建的时候怕淹水 所以它抬得非常高 它抬得非常高 以至于我们在 岳江街要进来到这个建筑的时候 几乎有四五十公分的高差 这四五十公分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人要进来必须要有坡道 必须要有坡道 必须要有无障碍的坡道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在设计上面 我们后来就必须去解决 那第二个是当然这个棋楼 如果说人可以进出的地方 它棋楼就变得很陡 那当你也知道人在走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方向走 你身体歪一边的时候 其实不太舒服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造成 我们在西部设计的时候 有一些的问题 那先撇干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来讲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案子 除了把它整修堪用以外 其实文化局这边已经决定 是Sony要进驻在里面 那Sony其实它在这边是一个 台湾的一个分公司 它算是一个育成中心 那主要是Sony Games 它的里面有些人员 那有些训练这样子 好那我们去网站上去看 Sony它的 我们去浏览一下它里面大概是什么样 之后我们就想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异象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想 这个建筑物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 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仓库 那我们就想它的开窗能怎么变化 然后颜色一个一个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它好像就有点像是说 它有一个黑色的底色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游戏 它是五颜六色的 那我们就希望它有一个底色 是一个很单纯的底色 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来做变化 然后我们又 也做了把它合成到实景上面去看 好那最终呢 对我们后来还忍不住 还做了一个这种 其实现在看起来又有点不好意思的一个方案 这个其实太 我现在我就不会这样做了 那当时我们就想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最后做完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为什么写一呢 因为其实这个还没有定案 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后来就跟文化局这边的 不断的讨论之后 决定它其实应该要用很保守的外观 来面对 来面对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刚刚那些的方案 其实全部都不被采纳 全部都不被采纳 其实最终开窗就是很规矩 最终它的颜色就是很规矩 但是颜色就出问题了 你看这个颜色 我们当时想说 这建筑如果说它能容纳各种艺术家进来 它应该是很素雅 所以我们就选偏米白色 或是算是灰白色这样子 那做完之后发现 它做完还是很突兀 它其实当然比绿色的外观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蛮突兀的 在博物那个地方 后来就是文化局这边就给我们一个任务 就是说它要跟旁边的仓库一样 所以我们就去喷了一块板 去比对旁边的那个旧仓库的 那种斑驳的老水泥墙 然后呢就拿这块板 来自动新的建筑物呢 就去喷 那原来的白色 然后就把它喷成像旧墙的颜色 所以 那试了好多次 试了很多次 那颗粒的大小 黑点的大小 的多寡 什么 试了很多次 最后比较满意 然后就整栋 就重喷 这个是喷到一半 看到这边白色还没喷完 所以最终 就变这样子 大家觉得有差别吗 应该有 应该有 你去现场看会觉得有差别 这个是原来的样子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那开窗 然后我们保留了 唯一一个高窗呢 是为了强调出入口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里特别不开 然后原来都没有 原来都没有女儿墙 原来屋顶是没有要让人上去的 但是我们最后 我们就把楼梯改了 所以人可以上去 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些 女儿墙栏杆 那给大家看的是这一张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要她一样 就是要她一致 当然你现在如果 你很吹毛求疵的话 你会觉得她不怎么下 但是我们其实很努力 要让她看起来是一样 所以我让大家看这一张 就是说 我们其实整个 这个第一个案子 其实对我们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说 其实我们原来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 提了一大堆的方案吗 就是我想大部分的建筑师 在柏尔拿到第一个案子 大家都会这样 就是 哇在柏尔呢 你不做一点设计怎么可以呢 你就玩了很多 到后来发现 其实这个态度是不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慢慢就 你也可以说 越来越 把自己收敛 越来越谦虚 就是说 我们就做 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 那后面你会再看到 就是说这样的建筑物 怎么样的被使用 你后面还会再看到 好我先卖一点关子 好 那这个是另外是 我们室内的整修呢 我们做了一些标准的东西 像是这种积淀的线槽 标准线槽 然后地板我们就做这个 硬化地平 这是混凝土本色的硬化地平 那做完的时候 这个是营造厂跟他的小包 那我们在现场 大家都要脱鞋子 然后上去在那边研究 磨得好不好 我不是在挑他毛病 所以他不是在跪 不在像我跪 我不在挑 我们是在讨论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尽管这张照片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但是现场看我不是很满意 就是说 照说他应该要磨得更漂亮一点 但是后来听他们的解释是说 这种东西是会越用越亮 这有点像大卖场里面的地平 所以新的时候看起来 是有点灰灰的 那越用他会越明亮 当然是这样子 好 那个是第一个案子 那第一个案子之后 第二个案子当然就是他的隔壁了 就是绝将街7号 绝将街7号呢 当然原来就是也是这个样子 你大概可以看出他 因为都是华南银行的仓库嘛 所以他规模是比较大的 他的平面是比较大 但是就是他的开窗行程是几乎都不一样 这个照片请大家记得 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 也是这个角度的照片 那当时的绝将街呢 就是7楼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用围离围起来 然后这里也封闭起来 好 所以他的现况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有一些军列 然后内部呢 他室内用了很多这种围离围起来 那大致上地平墙壁结构什么都还不错 那就是他的室内的楼梯 其实宽度是不符合现在的法规 那我们当然如果要续用的话 当然是要去把它加宽 那里面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臂癌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到他里面其实原来有一个挑空 这个挑空原来是为了掉重的东西 所以他在门厅进来上面有一个偏车 然后这种东西之后可以掉到二楼去放 那这个其实在九号仓库也有 我们后来是在七号仓库的处理是把它封起来 因为没有这个需求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我们增加楼板面积 就把它怎么封起来的 那其实七号仓和九号仓库大概都有共同的问题 就是结构的问题 他结构有 尤其是外周区有一些军列 那有些军列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说 他必须要做一个扩量扩住的一个补墙 所以我们在各项 结构机器是经过计算之后 各项都必须扩大10公分 然后量的部分也大概宽度加5公分 深度要加到15公分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 一个概要的一个整理 那这个可以看到的是 还没有补墙之前的照片 所以这看得好像觉得有点恐怖 这个柱子列的这样子 那再强调一点 这个其实是外周区而已 其实内周区状况非常的好 外周区可能因为它风化严重 这个建筑都是民国五十几年盖的到现在 所以我们在这些的处理 全部都采用扩住扩量的方式 所以在结构土上面 这个是一楼的补墙土 可以看到外周的这一圈 全部都是必须做扩住扩量 然后内部也是做扩量 那里面就局部有些比较 局部比较差的 局部才做一个修复 那在二楼的部分也是 都是在集中在外周区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实际上施工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原有的柱子在里面 那我们把原有这个剥落的这一层 都把它打掉 那个已经风化很严重的这一层把它打掉 然后再配钢筋 主筋跟枯筋全部都重配 然后量的部分 原有的量也是打到保护层 然后整个扩量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 其实这两栋的补墙方式几乎都一样 就是这个就是刚才第一栋的绝江街9号 这个是第二栋的绝江街7号 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就是模拟 就是在这个其实这张图是出现在很早 就是我们在净土的阶段的时候 净土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 哇文化局喜欢这样的开窗 所以我们就把7号仓库也做一样的开窗方式 可是其实啊 我们拿到了二的案子后呢 还是手痒 我们还是想说 那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开窗方式呢 所以我们又开始去想说 那这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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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不好 然后尤其是像这种啊 用各种不一样的玻璃 青玻璃 反射玻璃 花格玻璃 什么云彩 各种玻璃 我们都把它拼在一起 它看起来也很保守啊 对我来讲 我觉得它很保守 但是很耐感 最终是采用这个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 最终是采用这个方案 当然 它其实跟9号仓库不一样 你记得9号仓库是开这样子 那到7号仓库的时候 它就是开两册了 当然我不讲 你如果去现场 你大概会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最终你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这张照片应该常看到 对不对 这张照片在杂志上也有 那记得原来它是这个样子 差很多 一样的我们用同样的手法做女儿墙 然后让你们连起来 那在同时这个时候 其实文化局有发了一个包 是做人行道 所以这个地方就完全是有车主 车子就进不来 所以就整个随着这个建筑物有完成 随着这里也开始人可以专用的时候 其实行人可以专用的时候 这里就开始可以办活动 所以我们 所以原来记得刚才有讲 就是说在老公博物馆这个地方 前面这个叫做艺术广场 C5 乐光剧场 你就开始往北 你的活动范围就开始往北到渠江街 然后就开始可以进到这两栋建筑物里面 这些灯也都是在做人行步道的时候加上去的 所以这两栋其实看起来不完全一样 开窗不完全一样 但是它看起来非常像 尤其是外墙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和材料 那室内我们当然有再进阶一点 就是说我们也加了一些基础照明 然后基本的线槽 消防的防烟垂壁 一些空调设备大概都考虑进来 这个是像面对七号 七号仓库里面的这个开窗 我们大概做一张二楼看出去的这个 小的这个窗户大概是这个样 那当然它整理完之后呢 文化局就 赶快就办了一个首档的一个展览 就是这个圆点 圆点五 圆五点 好像圆五点 对不起 我不记得 就是 就是 就马上在这里面就办了一个展览 然后这个下面是 当时的青春设计节 就在二楼 也办了一个展览 所以学生在部展 在二楼的地方 这个都完工马上做 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好 那 这两个案子大概就是 刚刚讲就是说 一个 这两个倡库 那 这个案子我为什么写提案 意思就是 我们有净土但是没拿到 都写提案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图不去的这个案子 图不去的案子呢 我大概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它的范围是希望这整个 做一个整体规划 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提出来就是 在七号九号仓库的这个 在图不去呢 我们主要就是利用一些 西林港线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像有些铁轨 然后把铁轨弄弯 然后就在铺面上面 就就就就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曲线出来 那 晚上也是用一些 原来自行车道 一些常用的这种直立灯 那我们也把它放进来 到整个图不去里面 然后在这个整个三抢 像是说港务局的宿舍 现在也画了一个高铁 还是捷运站 那道墙 当时我们是有建议说做彩绘 那月光剧场的这个墙上 我们也希望建议可以做彩绘 现在上面放两个公仔 大家还记得 这个是我们当时看的一些 就是模拟的一些 图不去的一个样子 那 铺面 这个艺术广场的铺面 我们也做一些建议 有一些手稿的手法 那另外就是利用这个艺术广场 它回收起来的这些高压砖呢 我们希望它可以再铺回来 铺回来的话就是可以放在这个 创作广场这个地方 然后配合夜间照明 那也设置了一些艺术座椅 然后既有的植栽做保留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当然做了一些 一样是这些照明的设施 一些像人怎么样去坐在这里 要怎么穿越 这些部分 那它需求里面 其实有一个观景高塔 所以观景高塔 其实我们就想说 应该要怎么做才好 因为它这个案子 有一个先期规划 所以原来先期规划 是坐在自行车道上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塔 那因为土地的关系 所以我们建议文化局是 在这里 在C4仓库这边来做一个高塔 土地的取得是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就在C4 这个就是劳工博物馆这边 侧面我们就做一个高塔上来 看起来就像这样子 这个是创作广场 月光剧场 然后我们就建议在旁边 绝江街这里 做一个高塔上来 那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那这是刚刚讲的那个铁柜 之类的 那另外配合的 除了这些铺面的改善以外 还配合一些钢雕艺术的建议 钢雕艺术的作品 我们有列了几个 像暂时性的摆设 跟永久性的摆设 两种 那暂时性的摆设 1到6 我们就建议它 像摆设在Pasatina的旁边 摆设在C2仓库的旁边 摆设在C2仓库旁边 等等等等 我们就建议了一些位置 那我们大概就把它合成说 它放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当然最终 这个案子最终我们是没拿到 那不过其实 就像刚刚讲 最终我们还是有一个 大家还是拥有一个行程屠服区 那7号 9号 现在其实也看到它的效益 大部分的人 你现在去看大部分的观光客 大部分人去博二 都是在这一带的活动 它是说团体在聚集集散 几乎都是利用创作广场跟艺术广场 那第二个是 它当时其实 如刚刚讲的发展 是从这里开始发展 所以它就 又提了一个案子 希望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些扑面改善 那我们就开始去做分析说 这个地方它目前是 以前是一个售票亭 那有一些这种设施 那有一些这种 好像是比较特别的设施 这样子 大概就是把一些问题 就先把它一个一个抓出来 然后也看到对接 有一些这个艺术家 当时可能在十年前做的一些设施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问题都慢慢慢慢地把它找出来 然后P3仓库 它的整个颜色跟其他的仓库都不太一致 那我希望它这个还有旁边做停车场 也有点突兀 然后这个整个广场呢 好像也没有好好的一个设置 然后当时也有堆放了很多的货柜 现在其实都已经清掉了 那绝江街这边当然有一些车子的停放的问题 还有这个港务局宿舍旁边的这条 目前当时是不能通行 所以其实在在绝江街当时 因为它不能走到自行车道 所以当时的汽车放在那边 大概都会被敲锅里 我听当局的居民在讲 工地东西放在那边都会被偷 所以它当时这里的治安是不怎么好 那随着我们现在把它开放 就像一些开放围墙都拆掉 这个地方反倒变得很安全 所以我们大概也都看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的想法是 当时因为预算不高 所以我们就想说用一些彩色沥青的方式 在地上做一些区域的一个界定 像是说大涌陆底 这个地方可以铺蓝色的彩色沥青 把质放上去 配合一些特殊的一些止灾 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整体 整体性的一个管控 然后也一样就是说我们建议了几个 这个标示 标示系统它的位置的置放 那还有这个钢雕艺术品的一个位置的置放 那最终我们当然提了一个像是说 蓝色系统的彩色柏油路 跟绿色系统的彩色柏油路 那还有配合自行车道 这个是一个转统色的系统 那转统色的系统在这个 艺术广场这边也有 用这样的方式呢 把这个整个区域呢 做一个界定出来 当然最后 这个案子其实我们也没有拿到 那最后可能是觉得说 彩色柏油其实不容易维护 这倒是也是一个问题 那但是我们合成了一些像 绝江街绿色的彩色沥青的时候 它就变成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然后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出 它这样的氛围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概也画出了一些像 新增的一些大业懒人数 还有在一些转角的地方 我们希望做一些铺面的一些变化 就是现在放的艺术品的那个地方 这个是大涌路底 C15仓库 所看到的这样一个氛围 因为其实彩色柏油是一个便宜的一个手法 但是它其实不容易维护 但是它很便宜 就可以马上有一个区域的一个氛围 其实我倒会建议说 像现在很多人都在穿越气泉路 那气泉路其实它 它车子还开得蛮快 那大量的人穿越的时候 那个地方其实也可以考虑 让它改变它的铺面颜色 让车辆可以知道说 那边的行人要穿越 这个是合成 这不是真的照片 好 那这个案子大概一年 大概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好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参与了这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案子 月光剧场的厕所改建 应该有人去过那里吧 月光剧场 那个厕所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这个厕所是在这个地方 藏在里面 就是整个艺术广场 这个是月光剧场 这个晚上都有活动的时候很热闹 它原来是这个样子 小小的一个门进去 里面原来是这个样子 里面原来是活动厕所 它原来是有点像工地用的 一座一座一座 然后掉来现场之后 就固定在那里 就没有再移动了 就这样一间一间 一间一间 大家还看出来 还有一个一个的屋顶 这原来的女厕的样子 这原来的男厕 所以原来的现况大概是 他对流动室的厕所的摆放 那这个案子其实非常非常小 但是我们当时可能手上也没什么案子 所以我们做的蛮用力的 就是包括说每一块砖 60乘30的每一块砖 都要它整砖 都不要去裁切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侧面的这个排水明沟 泄水明沟 我们就用明石子 然后全部留在两侧 然后它表面 这砖的表面完全都没有穿洞 做落水孔 全部都做排水明沟 然后在所有的倒摆 下来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明石子 所以在马桶的周围全部都整砖 马桶的周围全部都整砖 那就是我们是严格去控制这种尺寸 所以这个案子其实我们磨了很久 那也包含说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墙的系统 是用RC墙、砖墙 还是用什么样的形式 最终我们采用的一种形式 用钢垢 但是墙是用空心砖 大概比较少会这样使用 因为怕两者会剥离 所以钢垢本身还要去焊接一些钢条出来 来固定 那 这个是立面的部分 这个是空心砖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上面就采用一个采光罩 因为其实在当地 因为原来是流动厕所嘛 所以你记得刚才那个现况照片嘛 所以你去上厕所其实是要撑着雨伞 那个其实是没有顶的 是很不方便 但是我们又希望保留原来那种通透明亮的通风的感觉 所以我们最后采用拉高 采用了一个采光罩 让里面的废气是可以飘出去 但是白天的时候是不用开灯 采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怕它积水 所以我们就往后泄水 做一个斜路 然后这个高度230 后来其实 这个其实后来觉得不够 你如果现在去现场看 你会发现230的上面 其实文化局这边又再加了一块钢板 因为其实是会有这种保全上的疑虑 所以我们当然在后面在设计的厕所 就不再设计这么低了 那另外一个是洗手台部分 我们是 其实因为这个案子太小 所以就想晚一点设计 所以就想洗手台这个地方就弄 小孩子可以洗的 大人可以洗的 他就做鞋的 等一下也可以看到应该有照片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往鞋的地方泄水 然后一个一个就像阶梯式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洗手台 然后当时甚至连男侧女侧进来的时候 都想那个男生的脸女生的脸 然后其实你很急的时候 应该分不出来 不过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什么案子 就做这样 好然后所以最终 最终你看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单元里面 都有自己的灯 晚上的时候你不要靠间接灯照进来 就是每个单元里面一定都有一个直接灯 那因为我们上面是通透的 我们上面不可能装灯 所以我们全部都采用B灯 然后采光罩就是这个样子 用钢垢采光罩 然后旁边就留缝 平常这个空气都可以流通 那旁边这个是原来的旧墙 所以原来旧墙已经长满了很漂亮的植栽 我们完全都不动它就保留了 这个是女侧完成后的样子 就是这个旧墙 那 男侧的部分一样 就是说大概隐约可以看到吧 就是三十六十的砖 然后旁边的这个泄水鸣沟 这是女侧的这一端 所以他这个老墙都还在 那男侧这边 这可以看到白天的时候其实非常明亮 那虽然很小 但是我每次只要有朋友去博物 我都会叫他去上厕所 我叫他去 你去看看 你去上一下 那最后还是用保守的方式了 这个其实还好 如果大家去蓬来厕所 你不知道认不认得原来那个 他们现在不是这样放的 他们现在放那个人是半曲折腿 然后再发抖 表示他很急的样子 这样 等一下我不晓得有没有拍到 那 最后就是我们还是采用这样的方式了 那有一个无障碍厕所 那这个可以看到的是吸收台 就是他其实是阶梯式的 这实际上我去现场看的时候 还维护的还不错 就是我们这个台面 我们是用不锈钢板 用不锈钢板 那整个吸收台是用抿石子 所以他这个水的部分 其实对抿石子不太有侵蚀 好 那 再来一个案子是 当时文化局就 因为开始整桌仓库了嘛 那整修好之后 尤其像7号仓库 这么庞大的一个量体 他就想说 要怎么样来好好的运用它呢 所以他们就想说 那要不然我们让文创的设计师们 进来当他的工作室 所以就有一个案子 叫做产业设计工作室的一个装修案 那这个叫提案的意思就是 最后我们也没有拿到 好 那 这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我们要希望能强化这些设计师们 进来你跟民众能有互动 不管是人的直接互动 还是你的作品跟民众的互动 你不要关在你的工作室里面 关一整天 然后周围的百姓都不知道你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一支提说 是怎么样可以跟民众一起来互动 所以他会分两个 一个是静态的 就是他的作品怎么展示出来 另外一个是动态的 就是说 他在创作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民众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分这两个 来跟民众来互动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件事情是 设计师跟设计师之间 其实他们都很敏感 所以他们之间彼此的干扰 怎么样预防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牵制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他一定是24小时在里面工作 所以他需要很好的门禁管制 设计师都是白天睡觉 晚上工作 所以他搞不好清晨才会出来 要很好的管制 第二个 他在创作的时候 噪音是不是可以不要互相干扰 包括讲电话的这种声音 能不能不要传过去 那第三个是 如果他想要联谊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设计艺术家跟艺术家 或设计师跟设计师 当你很累 你想要去坐下来 是不是可以跟旁边的 另外一个工作室等人聊聊天 这样子 所以 大家这个评论有没有有点熟悉 这个其实就是 9号仓库跟7号仓库 那当时日本的Sony 已经在这里 那7号仓库当时是 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 所以 这个案子呢 就是做工作室 所以我们在一楼的地方 设置了几间有大有小的工作室 那有共同的讨论室 那在中间的开放空间呢 就做一个展览 那这个展览 原则上是开放民众进来的 就是说 它是一个 以这张图来看 它是一个立体的作品展览 它可以做这边展览 然后你如果要放映 或是要演讲 其实它有局部局部都可以 空间都可以使用 然后在二楼的地方 就一间一间 一户一户 那在每一户的开口的 开门的地方都有展示柜 它都有静态的作品展示柜 像橱窗一样 所以民众如果走上来 这边走一圈 其实你可以看到 每一家每一家作品的展示 那后面这边就留了一个艺术家的客厅 就是说你如果说 艺术家要来这边 这边有一个小酒吧 这边有长沙发 可以在这边休息 那当时其实原来也想把柏尔的办公室也放在这里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当然就想了一些细节 就是它怎么样去 像纪念品店 怎么去卖这些纪念品 然后艺术家客厅里面的一些设置的细节 然后中间 7号跟9号中间的这个小廊道 怎么样拿出来抽抽烟 或者什么 然后睡休息等等 然后我们展览也分了几个 就是说立体式的一个作品展 跟平面式的作品展 如果说它现在它的文创的作品 都是平面的话 那它也可以一种做一个展示墙的方式 或者做投影的方式 来做一个平面式的一个展示 那它所需要的照明是哪一些 所以我们会预留什么样子的灯 来满足这两种的照明方式 那这个也一样 就是说它在二楼的立体式的展示 跟它所需要的照明 那这个案子我会讲稍微细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因为它是一户一户的 自己独立的电表 自己独立的管制 所以我们在整修这个建筑的时候 在自己的空调系统必须要独立 然后自己的电表必须要独立 所以我们在空调系统里面 分离式的冷气 就是室外机放在屋顶 室内机一对二 前进来到室内来 那二楼也一样 那在屋顶呢 当然就是充满了室外机 但是这些室外机 其实对于老建筑物来讲 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也蛮重 所以我们都在基座的设置上面 全部都放在梁上 我们所有的室外机 全部都放在梁的上方 大概也只能这样做 因为我们其实不太能再重做这些楼板 那另外当然就是针对 技术规则的这些步行距离 因为这些隔间之后 所产生的这些步行距离 要怎么样去检讨 然后一楼二楼的步行距离 怎么去检讨 到一一的去做一个检讨 那照明系统就是 除了刚刚讲的一个展示照明 那橱窗的照明 还有它里面的基本照明 必须要怎么做 一楼跟二楼的部分 然后落电的部分也一样 包含你一个工作室里面 你可能会有一个设计师本人 可能有几个助理 那可能有个小讨论桌 可能有个影印机等等 所以它所需要的插头 电话 网络等等 我们大概都有设置出来 那二楼的部分也是 这个案子后来没有拿到 虽然画到那么细 好 那我后面没有写提案 就表示我有拿到这个案子 再来一个是自行车仓库 自行车仓库大家有印象吗 自行车仓库 以前叫做自行车仓库的时候 有没有人去过 它里面其实有一圈跑道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真的骑一圈 然后有问题还帮你修 还有一个小酒吧还不错 自行车仓库是这个区域里面 算是少数的民间的仓库 它并不是台塘所盖 它也不是港务局所盖 它是民间所盖的一个仓库 所以它本身用的 构法材料都不太一样 那 这个它原来的现况 就是它在当一个自行车仓库使用的时候 这边一个跑道是这样 那原来这边有些储藏室 然后原来厕所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仓库很特别是 它的中间有一排柱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原来的样子 那中间的柱子是这样子 里面有里面的开窗 中间原来的柱子是这样 那可以看到原来后面 毕竟街这边 其实民众大概就是这样斜放停车 那里面的开窗的形式 所以我们改建它呢 就是做屋顶的 屋瓦的更换 然后增加消防设备 然后木航架的一个防火器的一个工程 然后还有空调 最主要是空调 所以我们最后整个设计的平面图呢 原则上我们把一些不需要的 像厕所拆除 原有的隔壁墙拆除 我们在这个地方新增了一个空调机房 然后在这里新增了厕所 以及符合法规的无障碍厕所 还有相关的机房 那这个空调机房值得一提 空调机房空调主机在启动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吵 所以我们为了怕避免说 未来在展览的时候 那空调机启动的时候 里面的人讲话都听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把它全部做隔壁墙 隔壁墙连隔壁天花板全部都封起来 所以整个空调机只能从外面进出 从里面其实没办法进去 那现场完成之后去看 其实有达到它的效果 里面的声音就蛮小 另外一个是污水处理设施 就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提供这里使用 那我们原则上外观 我们就大概不动它了 外观大概就维持原来的这个原汁原味 空调呢 我们其实当时有提了几个方案 有一种方式是跑短向 封管跑短向 大家所看到的图是最终的方案 由这个空调箱出来封管 由空调箱出来封管 全部都是挂在侧面的这个地方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是旧的木航架 旧的木航架 你如果把封管挂在上面 航木航架会慢慢慢慢就垂下来 所以其实我们原来走这个方向的一个方案 最后我们自己就把它否定取消 那全部就用测挂在墙上的方式 来提供这里的空调 那这个在自行车航架 因为是在好几年前完成 所以实际上它已经用了非常 办了非常多种活动 那这个空调大概除了有一两次产生问题 就是因为 策展的单位它不知道回封的重要 它就把回封的地方 用木板把它遮成 就是如果那个是空调箱 然后木工叮叮叮就连那个回封的百叶全部都钉死了 全部钉死了 它就造成整个温度过高 除了这些有问题以外 其实整个空调都还 到现在为止都还好 也都是夏天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整个完工的照片 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用原来那种耐用地平 那空调的风管 新的风管 在里面看得见 那这是空调箱的位置 那我们这个都全部都刷了防火器 那当然你现在去现场看 因为这个是有点两三年前的照片 所以你去现在去现场看不太一样 它这个地方有在隔一个那个 扁东 大家知道那个吗 有一个卖纪念品的一个地方 好 好吧 大家觉得有点累 来 因为我今天我尽量把它讲的不要太难 因为我们不是这个 全部大家不是都是建筑师 这样在听这个会有点声音 好 那我们来看P2仓库 就是我封面的那个 那种在从海边看的那种仓库 P2仓库它跟其他仓库都不一样 就是它的屋价是刚购 为什么 是因为它的整个规模非常的大 它整个面积大概有400平 它整个400平的面积 你如果用它垮距这么大 你用木航架来做的时候 其实不怎么经济 尤其它的高度都比别的仓库都还要高 它是一个刚购的一个仓库 那当然它的现况 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就是用石棉瓦 大家应该知道石棉瓦现在是不能用 石棉瓦因为对人体有害 所以石棉瓦是要必须要换掉 那当时其实应该在素德那个时候吧 他们在整修的时候有加了这些通风器 那这个我们都保留 那可以看到原来的结构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可以看到这种像栗霸钢架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现在的结构计算全部都没有办法过 全部都没有算过 没有办法算过 所以这个都要重做 那这个是里面既有的这个气窗 可以看到这些钢构其实都是锈石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局部的开口 因为台风之后也没有在修 所以局部的开口其实是很差 然后里面的设备大概也不好 所以我们这次做大概主要就是做一些雾面换星 还有防水措施 但是雾面换星这件事情 其实是考验它原有的结构 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这是它原有的一个钢构屋顶 那我们没有预算所有的钢构都重换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表给业主来参考 这个字有点小 那我大概就说明给大家知道 第一个就是它的上面要盖瓦 原来是石棉瓦 我们石棉瓦拆下来之后呢 它上面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瓦来盖 我们当然把所有的瓦都集中 你来看像日系的文化瓦 什么就是什么 防灾洋瓦 平板瓦 二勤瓦 或是欧系的这种什么 契合式瓦 罗曼瓦等等 或是这些钢瓦 钢瓦 自食钢板等等 或是铝合金的这个不锈钢瓦 或是水泥纤维瓦 或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方块瓦 我们各种瓦我们大概都去了解 然后把它的应用的这些特性 也都把它整理出来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去检讨它的结构合重 原有的这个物价 我们开始去算 像以这个来讲 我们必须拆掉所有的这个P1横条 那所有的P1横条的总重量是 13650公斤 我们都一根一根算出来 合计13650公斤 拆掉它之后再换成 C型钢 C型钢的话 它重量会达到14625公斤 所以它其实 从P1拿掉之后换成C型钢 重量会增加 但是在污面的部分呢 我们拆掉原有的石棉瓦跟隔二彩呢 它的重量呢是 37500公斤 我们如果换成钢瓦的话呢 它的重量是29000公斤 这两者来换算的话 整体是可以减轻 整个可以减轻到7500公斤 就是说我们这些细型钢换新 然后钢瓦换新 对整体的结构合重来讲 会减轻了7500公斤 那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讲究 所以我们一直在担心之后 盖上去之后就塌下来 那当时其实也提了几个方案 我们有123455种方案 所以就什么 旧的结构 新的钢瓦 或是什么 甚至于新的钢垢 新的水泥瓦 新的木垢 新的水泥瓦 然后它所需要的执照 比如我们申请 它的工期必须要几天 我们都一一的做分析出来 那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就是 陶尔芬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就是这中间 为什么有23天要停工呢 因为要办活动 因为P2倡物在那个时候 有档期要办活动 那也只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伯尔整修这个建筑物 一直都是在跟时间跟赛跑 就是不仅是业主 我们也是 就是业主他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工地 我下个月就排了档期 我票已经卖了 那你怎么办 那搭着之后 就日夜赶工了 营造厂更压力更大 那我们来这种工期的时候 更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排排排 然后就必须在什么时候 让营造厂 预先几天 把它的环境整理 交给测展单位去整理 然后开始展览 展览完之后 再互展完之后 再测展 测展完之后 再开始继续在复工 所以这个我们都会 都考虑在内 所以他怎么做怎么做 最后就是采用方案一的方式 是最合理的方式 那这个是刚才有讲过 这硬化地平的一些特性 这我就不再重复 然后既有的气窗 因为这些窗户 其实原来都透光 刚刚有张照片是这样 那如果他未来是一个展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展场里面不能有自然光 他一定都要人工光 所以所有的这些窗 全部都要从室内侧封起来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细窗盖板把它封起来 而且不仅封起来 我们全部都刷成黑色的 所以最后的P2仓库的平面是这样子 那这里有一间小小的一间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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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事務所的餅館工程師爬上去去量 然後 我總覺得這種照片是比完工後好看 這種照片有陽光灑下來有陰影 整個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開始 就開始去鋪這種新的這個西行鋼 整個西行鋼鋪設完成 然後鋼板的底板 然後鋼板上面的西行鋼 然後再鋪岩棉 然後再蓋它的面板 最後面板完成是這個樣子 然後地平的部分 綁紮鋼筋 然後開始膠質 然後去拍薑粉光 那最後完成 大概是這樣 所以最後完工的照片大概 全部我們都把它刷成黑色的 那裡面的新的西行鋼 然後我們所有的結構都刷成黑色 除鏽然後重新刷成黑色 然後所有的牆也就是 那它的首檔就是這個 總田揚品的這個電影世界 它的展覽 一個小羅湖的一個展覽 小羅湖公的一個展覽 接續的馬上就辦 這個好像賣票展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看 賣得非常好 好 附帶這不是我做的 不過附帶給大家看 因為我剛好有機會進去 因為為了執照上要讓它合法 所以我進去大家看一下 聽說那個電影鏡頭都是藏在裡面 攝影鏡頭藏在裡面這樣拍出來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放鏡頭的小洞可以打開 現在還在吧 現在是不是還在營業對不對 好 又過了一年 然後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 就是這兩個倉庫 這兩個倉庫的整體規劃 那 這兩個倉庫其實它因為是一南一北 我們剛剛講的半天都在講中間 那 這兩個倉庫就是未來的流行音樂中心在這裡 航運中心在這裡 所以它整個是可以 有機會是整個連過來 那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其實我們有一些提案 但是其實 最後沒有採用我們的提案 那波爾也大概跟大家說明 它這個 大一倉庫區呢 其實這條道路雖然它這邊很窄 但是到未來這裡其實是要拓寬 拓寬之下呢 其實倉庫都會被切斷 每一棟都會被切到 這是它一個特性 然後它的整個 都是同一種建築形式 全部都是鋼筋混凝土 全部都沒有木構 形式都一樣 那在早期是 當然早期是台塘 可是後來就變成是 台塘租給五金行 它這邊做一些小型加工 那整建前的照片可以看到 這些五金行的一些招牌 什麼都還在 它是分一戶一戶一戶 一個門就是一戶 那裡面就是一個像有些機器 機器在做切割啊 什麼這樣子 那整建中間的這些像一棟跟一棟中間 其實也有菩提樹 攀升在這個建築物上面 所以它看起來其實還蠻漂亮 但是這建築物結構是不好 那也看到它原來的狀況 其實狀況都不好 這建築物大概都是民國六七十年那個時候蓋 所以我們當時覺得說 因為它既然都一樣了 那你未來要做多功能的使用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模具 所以我們就想說怎麼樣的方式 可以做單一一棟的使用 或是兩棟合用 或是三棟 或是整體合用 那動線系統怎麼樣去做規劃 這樣你整體合用可能是一個多效連展 可能是一些國際展 那比較三棟的可能是創意四級等等 那兩棟可能是多人連展 那一棟可能是各展等等 我們大概去想它的動線是怎麼樣去連接 然後一旦道路拓寬之後呢 它就產生一個機會就是 所有的這個新的三牆 就會形成一個新的立面 所以它這個紅色線的部分 它就有機會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個立面 所以大概可以看到 這張照片剛才大家有看過了 所以我們整件前的照片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蓬萊倉庫以前 周圍環境都還不錯 但是倉庫本身都是還沒有整件 那剛剛講V6到V10 V3、V4跟這個廁所 大概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當時在提案的時候 其實這邊都沒有要整件 這兩個也沒有要整件 只有針對這兩個 所以我們針對這兩棟 提出了一些整件的手法 一些建議出來 包含說它是哪裡要保留 像尤其是這棵大榕樹保留 然後這裡原來我們建議設置廁所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旁邊的這個建議可以設置成機房等等 那我們大概一些動線的分析 還有一些空間的一些分析 當然現在你去現場看其實不太一樣 這個是當時我們在提案的時候 所以我們是建議V6、V7的中間這邊可以做一些水塔 不要外露在外面藏在裡面來 那現在現況來看的時候 其實這邊是可以通透的 那其實所有的設備是藏在建築物的內部 當然從現在的角度看 我覺得這樣的決定是比較好的 就是你讓人從自行車道可以走到這個廣場上 讓他維持這裡的通透性是很重要 那我們當時提案的時候 其實本來是建議中間都是篩設備的 那其實在還沒整修的時候 這周圍的環境都不錯 綠意都非常好 那尤其是這棵大榕樹 其實這個大榕樹等一下照片裡面應該也會有 那所以整個蓬萊我們大概就設定了一些他的廣場 那當然未來最終的廁所並不是設置在這裡 最終的廁所是設置在V3倉庫的旁邊 那所以我們當時這樣包含他的照明系統 往下照是照整個展示 往上照是照整個屋架 來讓他整個很美觀 包含他的外觀 做什麼樣子的一個 一些活動的一些海報等等的一些設置 一些模擬 那最後我們其實落實的是這棟廁所 這棟廁所因為他原來其實是 蓬萊區蓬萊倉庫區 在台塘蓬萊倉庫區這裡的一個辦公室 那為什麼是一個辦公室 因為他到V34倉庫 跟到6到10倉庫的距離最短 那這張照片是我們 我們整個團隊接手的時候 這個建築物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不是我們猜的 這個不是我們猜的 但是我們接手的時候 它就是這個樣子 這張看起來還蠻漂亮的對不對 你看這周圍的這個環境 這裡有一個防空洞 這個有防空洞 然後旁邊是那個古老石圍牆 後面有一個土地公廟 這整個環境 這張照片看起來很漂亮 這是從裡面拍出去的樣子 V4倉庫 那可以看到原來的結構其實不怎麼好 這看起來真的是搖搖欲墜的 有點讓人家擔心 那原來是一個辦公室 但是一層樓的 所以原來它有門 什麼窗戶 其實它隱約看了一件痕跡 那這裡有一棵大榕樹攀升在上面 那我們其實都覺得那榕樹很漂亮 就是我拍了幾張照片 就是它其實就在屋頂交界的地方 然後整個根是長下來的 整個根是長下來的 那我們其實看一看都覺得這個榕樹是應該要保留 好 那我們其實就做了一個 因為既然有月光劇場廁所的經驗了 我們就如法炮製 不過就是那個時候比較忙了 沒有辦法抓到那麼 沒有辦法抓到那麼的枕磚 所以就是大致上還是一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同這張圖就比較明確看得到 就是原有的這個屋價結構還是保留 那做一個類似屋中屋的一個想法 裡面有一個有採光照的一個空心磚廁所 那外面是原來的這個像廢墟一樣的這個舊建築物 那完成之後是這個樣子 那這張照片是有點早 因為這個三角椎這個都還在 現在就沒有了 那剛完成的時候 就是可以看到裡面是一樣的手法是用採光照 然後下面是空心磚牆 那我們這個榕樹也保留 這個榕樹也保留 那裡面的男女側 這個在白天大概都幾乎都不需要開燈了 這是很明亮的一個環境 也很通風 那我剛剛有說明的是 所有的這個牆都加高了 都加到很高了 好 那那個廁所是這樣 歡迎大家有空去使用 好 那再來 再講博爾的 但是這跟博爾就不太有關 但是其實他在博爾嘛 我就拿起來講 就是R&H的一個辦公室 Rizum & Hughes 它是大家應該聽過這個公司吧 你沒聽過應該也知道這個新聞 就是 那時候李安導演來的時候 然後陳菊市長跟R&H的高層 他們在美國來的高層 一起為這個辦公室開幕 那 這個公司很有名就是 這最近很有名是因為 他剛剛幫李安導演完成那個少年派的期間交流 裡面的所有的模擬都是他們做的 那他們公司在所有世界上 在模擬的同行裡面 他們對於毛髮的模擬特別的專門 所以你看那個老虎啊什麼那個 其實非常非常逼真 我順便廣告一下 我有邀請到他們的那個 台灣的這個楊經理 在大東講堂講一場 那場是我當主持介紹 由他主講 所以歡迎大家也來聽 好 廣告完了 那 好 這個 大家一定又覺得他很面熟 對不對 這個平面 這就是七號倉庫 就是九江街七號倉庫 你還記得他原來是什麼嗎 設計師工作室對不對 好 那其實我們當時 跟這個RH這邊的互動 因為他們這邊來台灣的這些代表 都是夢買分公司的人 那有幾位是美國分公司的人 但是他們全部都是印度衣 有的是美籍 但是都是印度衣 那來 他們其實用一種 有一種 有點跟不上的物調 在做事情 就是 兩三天要一個方案 兩三天要一個方案 那這些方案呢 我大概 你大概可以看出 他們的工作室要怎麼拍 會議室要怎麼拍 然後餐廳要怎麼拍 然後門廳要怎麼拍 然後兩三天又再變一個 要怎麼拍 要怎麼拍 然後最後又再變一個 要怎麼拍 要怎麼拍 其實因為這種東西 我 這個平面 我不太 不太能交給員工做 所以我都自己key key到那幾天 我就基建發言 因為我一直按滑鼠 一直按而不停 然後就變 就基建發言 那我們其實跟他們合作 應該是幫他們做 幫他們做 其實學了很多的經驗 等一下也可以再講 那最終 當然最終也不是這個方案 我只是把這些 中間的過程都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他們的需求很特別 他們 因為 他們都不是空間設計本行 但是他們對想像力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們 你做一個東西 他們就會把它想成 像布景一樣 像什麼樣的氣氛 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去找到google 什麼樣子的一個意象 然後就希望你可以把它放上去 所以我們一天到晚 再接到他們寄來的意象照片 然後 我覺得說 我這裡要像船 我那裡要像什麼 我這裡要像什麼 所以到後來 我們就會一直都被追著跑 但是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整個團隊大家成長的蠻多的 我們其實都沒有禮拜六禮拜天 也沒有白天晚上 一直在趕這個東西 那最終 這個是這個案子的最後一個照片 這是我嘛 然後我下次會請這個楊經理來演講 好像就是在上半年吧 2月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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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再來聽 楊經理 那這個是Vonnie 這個是Kedar 他們的老闆Pashan Bee Jane 就是Mina 就是這些都是跟我們互動的 那我笑得很高興 其實都快笑不出來 因為其實太累了 那這個其實他們目前就是在7號倉庫裡面 儘管大家可能也都有聽到 他們母公司那邊有一些的問題 但是目前他們的整個公司 都還是在博二裡面 持續在運作著 最後就講去年 我們就是開始來進行這些大一倉庫的一個整修 我們先從C6 C7倉庫開始 C6 C7倉庫 如剛剛所說的 它其實有很多的這種五金行 什麼進駐在裡面 所以我們去看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都還在 它洞跟洞之間的這個空間 其實非常非常的糟糕 它有的是高低不平 有的是上面有一大堆的廢棄物 那室內也都充滿了油污 都不曉得那個牆壁 紅磚牆上面 這些油是怎麼弄上去的 反正就是看起來很 整個狀況是很不好 但是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是RC建築物 然後它的屋頂也是RC構造 非常非常的緩 很緩 它是兩側斜蟹水很緩 那我們一樣的我們其實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這次就是我們跟文化局這邊 有非常非常多次的一個方案的討論 我只是把其中一部分拿出來而已 就是它會從剛開始說 我們整體來看它 六七八九十十一 然後民眾要怎麼進來 怎麼到後面來 你會發現說 大家都從柏爾來的時候 先到大一街 然後怎麼走都是先碰到C六 然後C七呢 你如果有一個商店在C七呢 就沒生意了對不對 就沒有人要去 因為很難走過去嘛 所以就到這個方案 然後就到這個方案 一開始想 有巷道進來 有巷道進來 然後巷道的旁邊 應該要放大商店還是小商店 要放文創工作室呢 還是放餐廳 還是要放關公室 還是放展覽廳 然後就開始想 然後這個是嗎 這個也是嘛 然後一開始想要怎麼做怎麼走 怎麼走 其實到這裡都還不是定案 我只是因為時間不夠了 我沒有把這話拿出來 然後到這裡都不是最後的定案 那還有一件旨在的建議 那我從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體會到一件事 這個不是一件壞事 就是說 其實我的了解 我自己的體會就是 文化局對博物這個地方 有很大的企圖性 所以他們希望各式各樣的 多樣化的產業都進來 所以它裡面不是像傳統的 這是靜態展覽 也不是只有表演 所以他希望有特色的藝術家可以進來 像文創工作室 文創藝術家 像比較有特色的餐廳 書店也可以進來 所以他們一直在努力的招商 那在努力的招商 當然招商中間就有很多變數 有時候他們來限開 限開之後發現說 你的空間不合我用 所以要做修改 那我們就要做邊邊設計 然後可能後來他因為什麼樣的因素 他們決定不來了 那就換另外一家 換另外一家 再來看一次 又我們再修改一次 所以最終 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 這個案子一直在做不斷不斷的變化 隨著誰要進駐 我們就這邊就跟著配合 那營造廠已經做做做 我會跟著配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 特殊的一個方式 就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很少很少會有這樣一個循環 很少會有這樣一個特性 那 但我相信最後進來的 最後進來的這些產業一定都是 就是在政府部門這邊所期望的 因為他們非常用心去 他們不開放給任何人來申請 他們主動來找 那所以他可以控制整體氛圍 可以控制這整個區域 未來會形成什麼樣子的一個氣氛 那只是說我們在過程中 我們不管是設計還是營造廠 施工過程中都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當然也會包含說 這些巷道的旁邊應該要怎麼開窗 來讓民眾知道說 那裡是有巷道的可以走過去的 然後如果夾層的時候 夾層的高度跟他的廁所什麼 應該要怎麼放 那我們做了一些模擬圖 那甚至於說突然 局裡面突然想要把兩個大公仔 放到屋頂上 哇這兩個公仔 難的就三點多噸了 兩個二點多噸 那我們就大家都不曉得怎麼辦 後來就找結構技師 跟他求救 結構技師說 那我們就做一個新的屋頂露台 新的屋頂露台 所有的柱子重做新的 當然那個是還沒有施工 所以並沒有敲到什麼 就是說重新設計成可以容納的 擴鑄的方式 讓這兩個大公仔可以上去 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我們上面其實 因為這裡就靠海了嘛 自行車道然後就看到整個船 可能看到港灣 所以希望民眾未來都可以上去看 所以我們其實就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在C6倉庫這邊有一個露台 上面也做一個半場的籃球場 我懷疑會不會有人在上面打球 不過就是可能有籃球場覺得比較像是在陸地上 比較不像在屋頂 那半場籃球場然後就一個橋 空橋一直過來到6789一直連過來 然後到九這邊下來 那剛剛講的兩個大公仔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為什麼會朝著這一項來放 就是因為這裡看海的視線最好 我其實今天非常非常感 我很想找一張照片來給大家看 我爬陰架爬到這個上方 然後剛好那天的傍晚非常漂亮 我拍了好幾張照片 那個照片一定是你們沒有看到過 因為你們沒有站在這麼高過 但是不久的將來 不久的將來應該農曆過年左右吧 好像就開放讓民眾上去 你們就可以上去看 上面的視野非常漂亮 你看到85層看到整個 壽山那邊的夕陽都看得見 這C6倉庫的屋頂 那針對這個呢 我們當然就做了一些 露台的結構補牆 必須做補牆柱 然後另外就是它是一個舊倉庫 它既有的這些簡力牆都要保留 所以呢 結構技師就會有一些規範出來就是 不管未來進駐的廠商如何 它的需求如何 有些牆就是不能動它 就是不能打 一定要保留 那有幾個重點 這個當然講起來 你若不是這個專業會有點枯燥 我大概快速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機電的規劃的時候 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它的用電需求跟它的電表容量 跟它未來在實際上使用的時候 付的電費有很大的關係 跟它經營成本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它到底有沒有超過100千瓦 你要不要用錶燈還是要用契約容量 這個其實在規劃的時候非常非常講究 所以它是一個長設性的展規 還是一個餐廳 跟它的整個用電的規劃都不同 那用水的話就一樣 就是說它的這些相關的這些設施 它所需要用的水跟消防用的水 你要留多大的一個噸數才足夠 那空調一樣是 空調怎麼樣的噸數才是不會過量的 然後它的如果說有劇場的話 它的整個噪音怎麼樣去做一個控制 這個也是比較關鍵的一些地方 像以C6C7來講的話 因為當時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整個進駐的單位還不是很確定 所以我們在整個發包圖的製作呢 我們就讓每一個柱跟柱之間都會有室內機 方便於未來如果一大間或是一小間 都會有空調的使用 那這些的所有的設置量呢 我們就要求空調祭司這邊 做一個負荷計算書 來證明它的空調是沒有過度設計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變成是 慢慢慢慢設計到後來變成是一個很 好像不是很有趣但是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對於成本 建制成本來講跟日後的維護成本來講 都非常的重要 那這施工過程中的一些照片 當然這個舊的建築物本身 當然在敲除過程中 它當然會比較 我們要做一些支撐 這個是我的支撐我沒有拍到 那這個是原來它的施工縫 原來在整個建築物跟建築物之間 就有施工縫了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再修補一下 那整件後 我這個照片也是沒有完全的update 你現在如果說去現場看的話 它的地上的紅磚都已經鋪起來了 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那這個是大概在 在去年10月的時候的照片 就是巷道跟巷道之間 我們盡量都是採用大開窗 讓這裡面的商店呢 它的開闊性比較好 那中間有種了新的橋木 現在現場看起來會比較像是這樣 這個是在大遠路側的人行道 那這個是爬到屋頂上所拍下來的樣子 好 那最後一個案子應該是B3B4 這個 這個 它在整建之前其實 B3B4就是哆啦A夢展 那個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看 聽說也賣得非常好 票房非常好 它是在領海新路 基賢路跟領海新路這邊 一個交匯一點 那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有很特殊的這種漂亮的門 其實我們當時在整修的時候 一直想努力把這些門都保留下來 它有鋼構的 有木做的 全部上面都是寫眼鏡煙火 那我們一直想裡面做新的鐵捲門 然後外面就是保留舊的門 可是後來其實真的是成本太高了 因為你拆下來 壞了 然後修一修搞不好做新的都還更便宜 所以最終這個還是都沒有辦法保留 那整建前它裡面其實原來是海關 它在放那個走私品的一個倉庫 所以我們那時候剛好文化局這邊聯絡海關的人 開門 然後我就進去縣刊 然後我就衝第一個進去 然後後面的人就 因為建律師進去了 大家就跟著進去 然後後來他們才跟我說 你怎麼那麼大膽 你怎麼敢進去 因為裡面的農產品走私的大蒜 什麼都是農藥超量的 然後又封著 又整個封在一起 裡面很刺鼻 但是那時候不知道 還好我現在站在這 但是最終 這可以看到它原來的樣子 它全部都是木航架 那我們整個整修其實就是結構做骨牆 然後這個是剛才講的那個廁所 然後中間的這個簡力牆還是維持著 V4是一大間 V3是兩小間 然後該有的這些機房跟無障礙廁所 大概是這樣子 簡單的講 那空調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我們把所有空調主機 集中設置在外側 跑地下管道到室內機 所以所有的展場裡面 是完全沒有主機的噪音 那木架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一些就是 這是新做的木架 所以有些鄉土 那結構的補強是 每一個舊的 專柱的旁邊 全部都做新的RC基礎跟RC柱 全部都一視同仁 全部都要做 那在有開口的地方 特別在做聯合基礎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施工的照片 就是它局部局部的打開 局部局部的施作 然後這側牆 把原來的水泥層 把它去除 然後擴它的柱子出來 那擴梁跟擴柱 我們又看到我們的 事務所的那個賓館的小姐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買 沒有 那它就是必須要來做量測 就是這個兩個鋼筋深度夠不夠 那這個可以看到是 一個一個洞 就是它挖的基礎的洞 未來在這邊就是 一隻一隻新的這個補強住起來 那我這張放的特別大 是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不留這樣就好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漂亮 然後這張放的特別大 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很漂亮 但是其實都沒有 現在你看不到 現在全部都封起來了 然後全部就是一間倉庫 然後現在這個稻子已經收成了 現在是換成什麼 甘蔗嗎 還是玉米 高粱嗎 你們都很清楚 那這個是 當然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 在港部旁邊有水稻田 造成一些話題性 其實我很想說服文化局 我們就這樣好了 可是當然我知道這樣就不能做多拉利夢宅 不能賣票 所以我們還是要向現實那個考量 好 最後完工的時候 這是我偷偷放了一張 多拉利夢展的照片 那這個是開始青春設計節 在去年的青春設計節 開始進來要佈展 那這個已經算完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空調 空調的風管跟室內機 大概都是採用兩側的一個形式 那所有的木架都是新的 那所有的地平是新的 然後旁邊全部都有 RC的補強柱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其實你如果到現場看 你會發現這個倉庫看起來 好像沒什麼設計感 沒什麼特別 但是其實我們努力 都是在做這些 看起來不怎麼樣的事情 對還有 最後一個就是小劇場 V9小劇場 V9原來它其實不是劇場 但是後來覺得有這個需求 所以原來的整建 並不是以劇場的目標來整建 最終覺得它應該有一個實驗性劇場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些空調上的問題要解決 那原則上平面上是 這是一個舞台 這裡是觀眾席 所有的觀眾從後面入口進來 那演員是從後面這邊進出 那這邊上面有一個音控的一個 針見的一個舞台 所以在整個剖面上看是這樣子 這邊是螢幕或是舞台 那所有的觀眾席 也是可以收折上來的 收折起來 就變成一個大的一個平台的空間 那上面是音控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那在整個施工中 這個是舞台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布幕 那在一些活動觀眾席 的一些施作 那在整個完成後 是這樣子 現在應該是都檔期都排了 應該都有表演 就是歡迎大家去看 因為其實它上面的椅子都是活動式 所以它很彈性 它其實原則上是一個平台可以放兩排椅子 但是目前他們都放一排而已 放兩排 好像放兩排 放兩排的話 可以做的人就多一點 這個是整個外觀 好 最後 最後兩張畫面片 最後我把我的一些心得跟大家講一下 比如說 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有點像 我們不是警察 我們是偵探 所以說飲而揚散 但是其實我們主要是 你環境有什麼好的因素 我們希望可以把它強化 然後比較不好的部分 就把它拿掉 把它剔除 然後第二個是 你環境如果有什麼潛力 你就借力實力 來讓它能達到一個加成的一個作用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說 把以前的人的一些經驗 有沒有機會把它呈現出來 這大概就是我們在空間設計 空間規劃上面 幾個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那下面這個是 我是擷取這個 國際建築士聯合會 執行委員會裡面 它是寫的一段字 對維護社會公平爭議 持續發展健康繁榮負責 秉持在地文化表象 透過空間造型 及歷史研究的形式 來執行建築設計 那這個當然我們共同勉勵 那就是說 我們就是 有一點社會責任 就是 當然這個案子 能把它做成什麼樣 我們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這個大家就是 可以共同勉勵來做 那最後給大家看這一張 就是 大家認不出來嗎 認不出來 這是我啊 因為在座有些我的學生 我就讓他們看一下 其實 這是我唸大一的時候 我的同學也在那邊 所以他應該要記得 如果唸大一的時候 我大一的時候在感圖的時候 我是跟這些年輕人勉勵一下子說 其實 其實未來可能也非常大 所以其實盡可能的開闊的眼界去看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那個 許建築師今天帶來這麼精采的演講 我想趁這個機會 大家應該會有許多問題 想要跟許建築師這邊來交流的 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 我剛剛有看到有一些 他的屋頂是木構的屋頂 那我們在整修的時候 因為木構都很怕火的 所以他的那個消防系統 是怎麼樣一個系統 然後 第二個就是說 他都是一個空間裡面 他都要給容納很多次的展覽 然後一些活動什麼 所以他的性質都很不太一樣 那這個電源怎麼供應 是你都鋪在地上固定點 那個可以接線出來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包括這些戶外空間 他的那個 有一些藝術家他的作品 要在那邊展覽 晚上要打燈光 什麼這些 那這些配電要怎麼設計 來 謝謝 好 這個很專業的問題 木航架 他是在技術櫃子裡面 屬於主要結構 所以他是要防火時效 那一般我們的處理 是用防火器的處理 那防火器的處理 他有面刷式 有浸泡式 通常我們的做法 會把防火器的處理 是連同於防煤防蟲一起處理 那國內可以做的廠商不多 但是也有幾家 他可以做木料這樣子的一個加工處理 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 那第二個問題是 用電的需求的確是要預測 因為就如我們今天一直繞著七號倉庫在講 七號倉庫從剛開始的圓舞點展覽 一直到設計師的工作室 一直到後面又變成RH的辦公室 他其實很難預期 但是在幾個展場裡面 我們大致上都會猜說 他預期是辦什麼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種靜態的展示 他大概有多少燈 動態的展示 他大概也需要哪一些的 像馬達什麼這些的東西 動態的展演 然後這些的瓦數 我們就會要電機機師這邊都列表 列表出來之後呢 再來判斷說 他有沒有到契約容量 還是要到錶燈 我們通常只能這樣預測 你說準不準啊 其實老實說 我們只能放大這個預測值 來讓他盡量不要跳 那要當到最準的就是說 他這棟建築永遠都做這個功能 這樣一定最準確 可是我們在柏爾很難這樣做 其實我相信連文化局都很難去預測說 明年這棟可能會變什麼樣來使用 我覺得都蠻困難的 大概我們的做法是這樣子 學生主主 你好 那個我有幾個小問題 就是第一點就是包括 這個案子就從2010年開始 一直進行到現在 那一開始可能文化局 是比較有嘗試性的 然後到後來就是 他是一個成功案例 然後再繼續擴張 那不知道就是建築師在跟 比如說文化局在合作上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變化 比如說就是他們可能 比較願意多一點嘗試性的東西 或者是他們變得 願意出比較多的機費 或者是給你們有一些比較多的空間 那這方面的進入歷程 可不可以就是麻煩 就是跟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然後另外的一點是 就是如何在舊建築的原貌保存 跟它必須符合現代新的這些使用需求 上面做一些平衡 比如說一些外觀上面的改變 比如說打掉牆 然後變成大的落地窗 或者是內部的一些 比如說樓梯的加寬 兩柱加寬 然後或者是像 一海建築師分享的那個 九號倉庫 七號倉庫的開窗的部分 就是 有沒有可能比較保留它的 原本牆面是完整的 然後從屋頂採光之類 就是各種 如何在那個原貌保存 跟現代需求裡面 取得的那個平衡的部分 那不知道建築師 是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些想法 謝謝 我先回答第二個 因為其實它在當時規劃的時候 就知道它要做辦公室使用 做辦公室使用 它在法規上 就有它的採光上的需求 所以我們是勢必要開窗 那勢必要開窗的時候 要開什麼樣的形式 就是 就要再加以討論 就是換句話說 原來它那種鋼板的高窗 一個小洞 這個是根本就無法符合 所以我們就很難保留它的原貌 就像現在我們在整修彰化銀行倉庫 彰化銀行倉庫目前的設定是展示館 它是展示館的時候 其實如果是未來 我們確定它 只有做展示館的時候 的確它可不需要開窗 我們就原汁原味保留 它的這種鋼板的高窗就好 但是問題是我們也不敢這樣做 業主大概也不敢這樣做 因為誰也不知道 未來它會不會變成辦公室 所以我們還是勢必在一樣的 我們在張望銀行倉庫的整修還是保留了窗戶 所以這個東西很難說 我們盡可能的去保留它 以7號9號RC造的這種倉庫來講的話 大概是這樣 但是以這些木造的台塘倉庫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就比較沒有開窗上的需求 就是除非它裡面是廁所 我們可能要開窗讓它通風 一般來講 或是餐廳 或是它如果是餐廳 大概也有開窗上的需求 如果它只是展示館的話 其實我們盡可能都是維持它的原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幾個案子 其實它像V3 V4吧 V4它的開窗幾乎都沒有 它就是盡可能連那個斑駁的紅磚 我們都完全沒有去處理它 自行車倉庫也一樣 我們是原來的外牆 我完全都沒有去處理它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 安全上的顧慮就是說 像那個東西看起來就是要剝落 那個東西我們絕對是有義務要去處理 那除此之外 我們盡可能不要把它弄得太新 那第二個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 當然柏兒從這麼多年來 我不曉得它是不是實驗性 還是政策上有益的 去投注預算在上面 所以它當然就是慢慢慢慢也看到 它有一點成績出來 就是大家團隊一起 從工部門一起到幾個建築師 跟幾個營造廠 還有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後面其實我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高雄市政府應該也發現說 把預算投注在柏兒這個地方 看得到效果 以至於它在爭取預算的時候 可能會比別的地方會容易一些 那這個我們在 我們當然能做的就是說 當在預算還沒有到位的時候 扮演業主的顧問 所以我們都會跟他說 我建議你這個地方可以怎麼做 或是說他反而主動來問我們說 我們這個地方打算怎麼做 幫我們義務性的抓一抓預算大概要多少 這個我們都會很樂意 因為樂觀其成 如果這個地方原來閒置 那我們幫業主抓一抓之後 讓他去爭取預算 我覺得這個我們都願意 應該相信不只我啦 等別的建築師應該也都願意 樂意幫這個忙 但是我自己的觀察是發現說 其實文化局這邊 針對柏兒要的預算 是還算是容易 我自己的觀察當然不見得準 但是還算容易 就是它有成績 它有成績的時候 勢必他必須要後續的子彈的資源 他才有辦法一直一直做到一個整體性出來 對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這個叫心路歷程的話 就是說我自己的觀察幾年來 當然我們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在裡面的淨土 也不見得都拿得到 我們也常常也輸給同行 但是我們就是能扮演一個業主的顧問的角色 我們都盡量去扮演 大概是這樣 我們今天還是非常謝謝 我們今天的主講者 許家章建築師為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演講 大家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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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